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如此 正值青春期的卡丽不仅陷入早恋中无法自拔 而且还学会撒谎以及偷母亲的钱 七八岁的乔西调皮捣蛋经常搞破坏 以及戏弄父母 这两个不听话的孩子不仅让陷入中年危机的凯奇夫妇有些头疼 虽然每次都很生气 但为了保持慈祥父母的人设 他们还是会忍住不发脾气 可久而久之 长期处于工作和家庭的压力下 他们也开始变得焦躁起来 这天女儿卡丽在上课时 老师接连接到电话 每挂断一次 老师都会叫一个学生去辅导室 与此同时 卡丽听见有警笛声 转过头往窗外看去 只见警车正缓缓向学校里面开来 暴起的卡丽询问老师发生了什么 老师对此没有回答 而是继续讲课 卡丽男友戴蒙这边正在考试 中途笔突然坏掉 没办法 他只好来到前面更换 可就在更换时 他竟看见门外站满了家长 每个人都面无表情地排队等待着 就连监考老师都不知道他们为何这么着急 毕竟距离考试结束还有一个多小时 下课后 卡丽和闺蜜来到厕所化妆 但等他们出去时 竟看见一大群学生正匆忙地往外面走去 卡丽和闺蜜见状也跟了过去 出门一看 外面的场景更让两人震惊 学校门口围着一大群家长纷纷喊着要接自己的孩子回家 学校见情形不对 于是才叫来了警察阻止 警察见状 紧闭大门 试图阻止学生和家长的接触 其中一位小男孩在听到母亲的呼唤后 趁没人注意 执意翻过了大门 准备去找母亲 可没想到的事意外发生了 小男孩在翻过大门时 他的母亲竟拿出钥匙 在小男孩身上捅了树下 就这样小男孩领了盒饭 所有同学看到这一幕都惊呆了 门外的父母见状学会了翻墙这一操作 于是开始通通翻门而入 并朝自己的孩子追去 同学们吓得纷纷朝操场跑去 现场瞬间乱成一团 有的同学被父母用塑料袋捂住头 有的被按在地上暴打 各种残杀行为不断在学校上演 每个家长都像疯了一样 卡丽和闺蜜穿过拥挤的人群来到停车场 准备开车离开 正在这时 两人见许多家长朝他们跑来 吓得他们赶紧躲在车后 本因为家长会对他们下手 但却并没有 只见家长们匆忙的从他们身边跑过 并没有伤害他们 看来每个家长只会追杀自己的孩子 不会追杀其他同学 两人见状 布面觉得有些庆幸 因为他们两人的家长没有钱来接他们 这才让他们逃过一劫 戴蒙考完试正常回到家 此时的他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刚进屋 他就发现屋内杂乱不堪 电视也没有信号 疑惑的他开始呼喊父亲 可刚叫了一声 父亲就从他身后出现 一巴掌将他打倒在地 起初戴蒙以为父亲是在撒酒疯 于是他耐心的劝导父亲住手 可父亲根本不听他的话 只见父亲一言不发地拿起桌上的酒瓶将其摔碎 然后拿着酒瓶碎片朝戴蒙走来 划上了戴蒙的手臂 随着鲜血不断喷溅出来 戴蒙这才明白父亲可能真的有问题 为了防止父亲再次伤到自己 戴蒙开始躲避父亲 可这时意外突然发生 父亲在追逐戴蒙时不小心被椅子绊倒 导致他手上的酒瓶碎片不小心扎到了自己脖子上的大动脉 瞬间鲜血不断流出 看着浑身抽搐的父亲戴蒙激进崩溃 卡丽这边已经和闺蜜开车离开了学校 很快闺蜜带着卡丽来到了自己家 两人进屋的第一步就是先打开电视 查看发生了什么 毕竟这件事发生的的确有些诡异 据电视新闻报道 现在全国都爆发了一种新型病毒 这种病毒只会传染父母 使得他们毫无人性地攻击和杀害自己的孩子 至于别人的孩子 他们不会理会 这种病毒可能是有人为了消除人类所研制的 目的就是反转父母保护孩子的天性 以此让人类互相残杀 卡丽得知这一消息后有些害怕 于是她来到楼上找闺蜜 准备和她商量下一步怎么办 可她刚到楼上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闺蜜母亲正用绳子狠狠勒住闺蜜的脖子 看着闺蜜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 卡丽深知 闺蜜已经被自己母亲杀害了 更让卡丽崩溃的是 闺蜜母亲见卡丽到来 竟还像没事人一样 淡定地和闺蜜打了声招呼 卡丽吓得用手捂住嘴大声尖叫起来 卡丽母亲这边她已经来到医院准备陪伴妹妹生产 而此时她也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一则新闻 很快 在妹妹的努力下 一个美丽的小女孩降临人世 可就在所有人都为此感到高兴时 监测器突然变成了雪花状态 随后妹妹表情开始变得诡异起来 只见她使劲用力抱紧婴儿 有种想要勒死婴儿的感觉 众人见形势不对 纷纷上前阻止 终于在几分争强过后 卡丽母亲成功将婴儿抢夺过来 并抱在怀里 而即使这样 妹妹还是不放弃 她不顾阻拦 坚持走下床 来到卡丽母亲面前 准备再次对婴儿动手 好在病房内有许多人阻止妹妹 这才没有让悲剧发生 卡丽这边刚亮亮呛呛从闺蜜家跑出来 就又碰见一个手拿棒球棒的胖男人站在不远处 看着带血的棒球棒 卡丽知道一定是她刚用这杀了人 见胖男人恶狠地望向自己 卡丽以为她也要对自己下手 吓得卡丽连忙逃跑 逃跑途中 她遇到了刚从家里出来的戴蒙 戴蒙让她不要害怕 所有的家长都只会伤害自己的孩子 果不其然 胖男人只是从信箱里取了一份报纸 然后就若无其事地离开了 戴蒙询问卡丽 她的父母再没在家 卡丽哭着说道 父母并没有在家 只有弟弟乔西和保姆母女在家 戴蒙得之后 立刻让卡丽带她回家 他们必须趁卡丽父母没回家时救助乔西 当他们赶到时 保姆正在用脱步擦地 起初他们以为家里一切安定 可当保姆清洗脱步时 他们发现脱步上浸满了鲜血 看来保姆已经亲手将自己女儿杀害 而乔西则亲眼目睹了这场杀戮 此时的她正吓得躲在床底 卡丽见状耐心地上前安慰她 让她赶快出来 一起逃离这里 与此同时 在一楼等待的戴蒙 碰到了刚刚回来的凯奇 刚开始凯奇还很轻松地和戴蒙说话 但当她看见姐弟俩时 瞬间眉头紧锁 一脸愤怒 接着她打算冲过去攻击姐弟俩 戴蒙见状跑上前抱住凯奇 试图让姐弟俩争取逃跑时间 可不料凯奇力量太过强大 她直接就将戴蒙按在地上 然后用手拍打戴蒙的头 将其拍晕了过去 看着口吐鲜血的戴蒙 卡丽吓坏了 为了躲避父亲的攻击 姐弟俩继续逃跑 就在双方进行激烈的你追我赶时 凯奇不小心被地上的玩具车半倒 摔晕了过去 姐弟俩趁机来到地下室 准备在这里暂时躲避 刚进入里面 姐弟俩就发现地上堆满木板 原来在三周前 凯奇订购了这些木板 并亲手拼装好了一个台球桌 可当她满心欢喜地拼好时 妻子却在她头上浇了一盆凉水 妻子指责她 明明不喜欢台球 为什么要浪费钱买这个台球桌 用这个钱 还不如想想圣诞节怎么过 凯奇被这些话瞬间击中内心 大声反驳道 自己每天在外面工作累得像狗一样 为的就是维持家计的生计 难道现在连一些男人该有的私人空间 都不能拥有吗 最后在情绪的失控下 凯奇愤怒地拿锤子砸碎了台球桌 妻子见到这一幕 不知如何劝说凯奇 只好任由他释放自己的情绪 冷静下来后 父亲俩坐在一起谈心 他们都想回到最初刚认识的时候 那时候没有负担 每天开开心心 可他们知道现在回不去了 因为他们现在有了新的身份 爸爸和妈妈 所以他们必须为了孩子更加拼命地去努力工作 为孩子创造更好的生活 时间回到现在 卡丽母亲由于担心两个孩子急忙开车赶回了家 刚进屋 就看到凯奇躺在地上 他询问凯奇 孩子们在哪里 凯奇指了指说 在地下室 刚开始卡丽母亲还算正常 但当一听到姐弟俩的声音 她的眼神突然就变得锋利起来 为了打开地下室的门 卡丽母亲拿出电锯 准备将其聚开 凯奇见状来到楼上拿枪 可打开箱子一看 里面什么都没有 就在这时 卡丽母亲突然发出一句嘶吼声 凯奇走过来一看 原来是乔西通过门开了一枪 正好打中卡丽母亲的手臂 看来枪已经被乔西偷偷拿走 放到了地下室 即使这样 凯奇夫妇依旧不服输 凯奇为妻子简单处理好伤口后 两人又开始了下一计划 他们来到厨房 将煤气管子插进了地下室的小窗户里 然后封锁了地下室的所有缝隙 准备让煤气全部进入地下室 这样一来 他们就可以破门而入 将姐弟俩全部杀掉 随着时间一点点流逝 卡丽觉得不能再坐以待毙 他强忍难受四处寻找 终于找到一个通向卧室的通道 为了阻止父母 卡丽提前在门旁 用火柴制作了一个导火索 然后带着乔西进入了通道 由于乔西咳嗽了几声 门外的凯奇夫妇 误认为姐弟俩已经煤气中毒 兴奋的他们开始用电锯破门手 可当他们打开门的那一瞬间 门旁的火柴瞬间被点燃 或是迅速蔓延到门外 卡丽夫妇被炸晕过去 不一会儿卡丽母亲苏醒过来 并立刻捡起地上的锤子 起身寻找姐弟俩 此时卡丽已经带乔西爬进通道 可当卡丽跳出通道 母亲就发现了她 母女二人为此展开了激烈的追逐 见母亲穷决不舍 卡丽发起反击 她先是狠狠拽下几措母亲的头发 接着又使劲咬了母亲几口 这几个举动彻底惹怒母亲 就在母亲继续追逐卡丽时 醒来的戴蒙及时赶来 抱住了卡丽母亲 之后卡丽连和戴蒙 一起将自己母亲关进了衣柜 刚开始卡丽母亲还在里面挣扎不断 但没过一会儿就安静了下来 见里面没有动静 卡丽和戴蒙渐渐松懈下来 但就在这时卡丽母亲突然行动 她用衣架戳穿了戴蒙的脸 然后跑出衣柜 恶狠狠地走向戴蒙 并用锤子将其打下了楼 后一会儿凯奇也拿着电锯走来 面对父母的重重围攻 姐弟俩吓得全坐在一边 危急时刻门铃响起 佩奇夫妇这才响起 今晚邀请了姐弟俩的爷爷奶奶 应该是他们来了 凯奇没有多想 直接打开了门 笑着迎接母亲 可凯奇母亲一脸严肃并没有说话 而是直接拿出防狼喷雾 喷了凯奇一脸 凯奇父亲也拿出小刀 疯狂砍向凯奇 弄得凯奇一脸懵 乔西健壮试图阻止爷爷杀害父亲 可阻止无效 爷爷依旧要杀害自己的儿子凯奇 凯奇在听到乔西的声音后 再次跑上前准备杀乔西 就这样祖孙三代的互杀大戏正式开始 场面一度陷入混乱 卡丽母亲本想上前试图劝说凯奇母亲 不要杀害凯奇 可没想到凯奇母亲竟说出了一番 贬低卡丽母亲的话 气得卡丽母亲一锤子砸在凯奇母亲脸上 之后卡丽母亲继续追逐卡丽 两人你追我赶来到门外 就在母女纠缠之时 满脸是血的凯奇母亲也追了出来 并参与其中 另一边祖孙三人还在混战 凯奇父亲接连刺向凯奇 弄得凯奇被逼无奈 只好开车撞向父亲 冲撞过程中凯奇还顺带撞向了在一旁的母亲 就这样凯奇的父母不幸连了盒饭 凯奇也由于猛烈的撞击晕了过去 但这并没有结束 卡丽母亲还要继续伤害卡丽 好在这时 戴蒙及时出现 挡在卡丽面前 并用棍棒打晕了卡丽母亲 等凯奇夫妇醒来后 发现他们已经被卡丽三人绑在了地下室 他们请求卡丽放了他们 但卡丽拒绝了 因为他不确定 父母还会不会伤害自己和乔西 至于后面会怎么处理父母 那就不得而知了 电影到此结束 整部影片用一种看似癫狂的夸张设定 放大了所有中年人对于人生的焦虑 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 使得陷入中年危机的他们 逐渐失去了自我 说是一部父母发泄情绪的电影 好了我是阿布 我们下期再见